Hello 大家好 在2月23日時,日本愛情動作片業界終於硬起來了 有150名業界內人士及其他專業人士 聚集在東京都有樂丁舉行大型遊行示威活動 希望政府可以將他們在2022年立法的謎片新法修正 因為如果再這樣下去,整個業界都可能會面臨崩潰的危機 參與人數當然包括現役或已經退役的愛情動作片演員 包括沙倉真菜、梵田莎莎、琴乃、板環子等比較出名的女演員 還有其他男演員,參議院議員、地方議員等其他專業人士 在2年之前,我也有出過一段影片介紹過這條新法例 名義上,政府就是為了保障業界內人士的權益 因為一直都有不同的案例、個別事件顯示 部分演員不論男女 都是在一個不自願的情況下 被製片公司強迫下海拍片 為了保障這些演員的權益 在2022年6月的時候 政府就很闖絕地成立了一條所謂的謎片新法 又或者稱之為謎片出現被害防止救濟法 就這樣看名字都會知道法例的大前提就是 他們會認為大部分人都是被迫拍片 但沒有考慮到一些真是自願下海拍片的演員 反而阻礙了他們的生存空間 和無時業界開始慢慢走向正軌的現實 這條所謂的謎片新法的主要內容 我就在這裏再簡單地描述一次 這條法例上有寫明 所有的謎片演員 在作品公開發售後的一段時間裏 都可以無條件地要求廠商 將作品下架停止發售 另外這個片商和演員簽訂合約後 一個月之內不能進行任何拍攝活動 而這條項目的原意就是 讓演員有足夠的時間 深思熟慮是不是真的要投身這個行業 而過了一個月之後 片商雖然可以為演員 度身訂做劇本進行拍攝 但即使拍攝完之後 四個月之內 片商不能將這套新作品公開發售 這四個月亦是被演員再深思熟慮 是不是真的要將這個作品發行 所以對片商來說是非常不利 大大增加了投資風險 和演員簽訂契約到這個作品發行 需要五個月的時間 再加上新作品可能需要一個月的時間 宣傳給用家預約購買等等 前前後後由演員契約到這個影片發行 需要半年以上的時間 而就算作品拍攝完之後 上架發售 演員都可以隨時要求這個作品下架 以上條文好像都挺保障演員的利益 但其實 由簽訂契約到這個作品發行 大約半年的時間 演員是不會得到任何報酬的 演員是必須要等到這個作品正式發行之後才可以收到回報 難免就會令到部分有經濟壓力的演員困擾 基本上新法律一出後令到業界產生大混亂 相關工作人員的工作方式也有很大的改變 亦都令到業界的公司生存變得比較困難 最大的影響就是這個發行的作品數目明顯減少 發案生效的時候是2022年6月 當時一個月全國發行的新作品數量達到1449套 而去到當年11月的時候 作品發行數量只有1170套 作品數量減少之餘 因為拍攝公司和演員替結合約的方式變得複雜 每套作品參與出演的人數相繼減少 女演員可能只有一個 但是男演員又或者從前在旁邊看電影的跑龍套 KLF就減少了很多 新入行的女演員又或者沒有太大的知名度 未去到一線的女演員 演出機會相繼減少 因為廠商為了減少風險 而將大部分新作品的機會 給了一些已經是老一輩的女演員參與 而根據這次遊行示威的組織公布數據 某一間製作公司在2022年6月的時候 和133位女演員簽訂契約 但到了當年11月的時候 已經只有79件 實質拍攝的作品數目 由81套作品減少到64套作品那麼少 這些新人女演員又或者半紅不黑的女演員工作機會大減 收入減少之下 令到他們只能夠轉去幫一些地下違法的製片公司拍攝 又或者直接去海外做私中 所以本來政府說立這條法例就是要保障業內人士的權益 但反而剝削了他們的工作機會 令到一些不法組織的勢力助大 而遊行示威的團體就認為 政府當初立法的時候 完全沒有實地考察過業內人士的工作模式和意見 很無知地認為從事這個行業的演員都是被害者 又或者是聽信了一些是女權團體的意見去立法 不過幸好的是當初立法的時候 政府是有寫到一條項目 就是兩年之內政府會按照實際的情況 再對這條法律作出調整 所以預計今年6月的時候 政府就會修改法例 而團體就希望今次政府真的要聽取業內人士的意見 就不要令整件事變成一個摧毀謎片業界的舉動 團體有三項建議希望政府修改 首先這條法例的名字本身叫做 謎片出演避害防止法 團體就認為這個名字會令大眾不以為 所有參與謎片演出的演員都是避害者 但會看不到有些人認真地貢獻業界的現實 另外有關簽訂拍攝協議和作品發行所需要的空窗期時間 原則上團體就不反對繼續保留 但希望可以在有條件之下 可以令到時間短縮 起碼可以令到一些有意在這行發展的女演員 只要他們不介意馬上進行拍攝和馬上將作品發行 可以自行向政府申告 沒有必要等到那麼久才得到報酬 還有團體就希望政府關心一下 這個業界內的演員低薪酬的問題 因為根據調查顯示 從事一種謎片影像作品的演員的報酬 是作品的銷量的2-3%左右的水準 這是非常低的數字 他們就希望政府可以關注和制定一些方針 真真正正地提高業界演員的人權和社會地位 今次在場參加遊行的現役女演員當中 有一個是前智慧官幹部成員 現在就是政治團體 政治家女子48黨的成員 27歲的吉川聯文就表示 他去年因為這條新的法例 而令到他全年靠愛情動作片的收入 只有40萬日元 看看紀錄 他是去年2023年5月的時候出道的 全年只發行了一套作品 其他作品需要等到今年才可以順利發行 也就是意味著 他一套作品所能賺出的收入 只有40萬日元 算多算少難以判斷 但現狀就是 女演員鼓起勇氣投身這個行業的時候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將他一覽無遺 半永久地他的作品在網絡上會被留下 甚至大量的人還要看盜版 而他所能夠從中得到的報酬 只不過比上班還好一點 一般素人而不是三上游 這些由演藝圈轉行的話 入行所能賺到的錢就是這麼多 再加上現狀競爭又相當激烈 願意入行的女演員又不斷地增加 整個業界由80年代開始發展到現在 其實已經過了高峰期 如果政府還要立新的法例來管制住的話 我想會加快整個行業的萎縮步伐 亦都是因為這樣令到一些業內人士上街示威 那大家又覺得怎樣呢? 我想有很多人都應該很熟悉日本的謎片業界 對不對? 你覺得這一兩年對於業界內有什麼變化呢? 有什麼看法呢? 都歡迎留言討論 我這條影片先說到這裡 喜歡影片記得讚好和訂閱 也可以選擇用Superfans給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